您对港独和台独分子是这种河流怎么看 河流?一块干掉 揣色就是美国有意想在台湾部署杀德 您怎么看 他敢 我跟你讲啊 这句话正好在这里 美国要敢在台湾部署杀德 就是我们解放台湾之日 前南军军区副司令王洪光近日前才说 如果大陆要军事夺取台湾只要以小时计之后 在人大开会期间又对台湾问题发表议论 再加上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一番台独镜头是统一的谈话 在台湾都被解读为威胁武统非善意的谈话 不过前外交部长陈唐山 目前执掌蔡英文政府智库远景基金会 他在周三下午一场演讲中表示 许多外国朋友来台湾都问他目前两岸关系现况 陈唐山带着笑意要大家放心 台面下都在通 尽管台面下有交流陈唐山坦诚 目前两岸关系卡关的九二共识 根本就不存在要民进党怎么承认 而且当年马政府被认为太轻忠才下台 民进党非常清楚自己当选的关键 台下有学者提问 美国总统特朗普会不会为了美中谈判利益 拿台湾当筹码 陈唐山对特朗普相当乐观 他认为特朗普从政不是为了致富 而是为了定位 应该不会为了谋取自身利益而牺牲小国 但是他也幽默表示希望自己的判断是对的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